各位今天呢 我们待会儿马上来直播 直播开始了吗 开始了 开始了各位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然后我们也要请今天来宾们帮忙分享 分享今天的这个直播 因为大家会看到呢 哇 这个 这个 以后带着两位重要的 那个这样变成这个 萨都卡 不是啊 萨都卡 萨都卡是 是是那个那个那个选举才叫萨都卡 你们要看今天的这个专访直播吗 梁静如来了 我们我们有特别来宾哦 来来来欢迎梁静如 哈喽大家好 大家上飞碟电台 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直播 梁静如来了 对啊 今天穿着 非常的荣幸 因为上次不久前才刚来过嘛 对 然后 今天很 很谢谢光宇哥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上来这个节目 今天是梁静如高峰会 你知道吗 梁静如高峰会 要找大咖来 对不对 有有有 对 但是你今天一来的时候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懒散呢 就是说 哦 只要你们讲就好了 我不用了 怎么可以呢 因为我那天整集都是我在讲啊 那今天的下集就是主要是要找幕后的团队嘛 哦 那幕后的团队其实没有很多人 今天就这两位 就这两位 就他们就搞定了 对不对 哦 这两位看到有一个呢 他是眼神非常的和善 但是胡子非常凶狠 眼神和善 胡子 大制作人 你要介绍他 这位制作人 这是大家过去在我的专辑里面 经常看到 都常看到一些歌的单曲制作 有崇拜啊 暖暖啊 小手拉大手等等吧 对 然后就十年前合作到现在 隔了一段时间没合作 他就是天王级的制作人 钟晨虎 哈喽 光瑜好 小吴老师你好 敬如好 然后各位夜光家族的听众大家好 黄庭好 你刚刚说黄庭好是不是 是我常常在访问过程当中 偶尔会提到那 黄庭黄庭好 他躲来躲去的 今天终于露脸了 欢迎黄庭 王牌写词首 同时呢也是 这个这张专辑呢 他做了什么 除了写词之外 是不是统筹 统筹 而且还站在马路边 催促我赶快出专辑的 欢迎黄庭 黄庭 黄庭哥好 大家好 终于被大家看到了 你来上节目了 是不是 今天名正言顺的 而且你坐在中间 对啊 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 我觉得很奇怪 是坐在天王制作人 钟晨虎跟 梁静如的中间 其实这三个人呢 是梁静如这张全新专辑 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就是 那叫三剑课吧 高峰会 这三个人决定了这张专辑 所有的一切 对不对 钟晨虎 黄庭 梁静如 各位 今天呢 我刚刚前面说 明天就是金曲奖了 我请大家预测呢 我们金曲奖 明天呢 最后会颁出 年度歌曲是哪一首 再来最佳国语 男歌手是谁 最佳国语 女歌手是谁 有人说 这很难耶 真的很难 没有没有没有 很容易 国语男歌手五位 所以你的几率是五分之一 然后呢 还要再加上呢 这个国语女歌手五位 所以你的几率 五分之一加五分之一 加起来就是五分之二 你的几率 是这样讲 然后猜年度歌曲 年度歌曲有七首 你的几率是七分之一 所以加起来五分之一 加五分之一 加七分之一很高 你看看这数学加起来 看看几率高不高 几率是这样加的 不错 从哪里怪怪的 听起来很怪是不是 对 有点怪 这有点怪 没关系 你们自己就好好想想看好了 今天呢 我请这个钟晨吴老师 还有这个黄婷来 特别support这个梁静如 这张专辑是因为 这张专辑光看到幕后 在制作的这个过程 多么动人 我觉得那是一篇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呢 像写诗一样 因为歌词本身就像诗 旋律本身也像诗 编曲还有就是曲目的安排 也像诗一样 非常重要 我可不可以大胆预测一下 明年金曲奖 你们给我坐在台下 好不好 好好好好的心脏的 屁碰屁碰的这个跳 好不好 希望 希望是不是 一定会的 这张专辑呢 它是从这首歌开始 这叫微光 我曾经说过呢 创造一首歌 或制作一张专辑 一开始都是眼前先有光的 好像那个光在那里 我们就一路往前走 我们不知道这个光照之后 看到两边会看到什么 远远的 光在更亮一点会看到什么 这首歌揭开了序幕 寻找萤火中的微光 等待沼泽中的璀璨 你们的情话在歌唱 填满空荡荡的夜晚 露出万别木星的脸 凝结不失去的日光 来愿闲瞌睡的对方 坏着等不到的遗憾 是不是像光一样 一直重复的简单的乐剧 它唱着你不知道看到的景象 最后会是什么 带点悬疑 青菜般的另一半 陪你看电视的阴光 沙发干净的很稳当 屏幕上说的很孤单 芦苇在你心里荡漾 沼泽造酒烟消云散 你一眼却每年云淡 在外面看烟火迷茫 回忆短暂 回忆短暂 而梦想太长 好 干净的温差那 泪光错过 暖天星光 原谅营火中没蛋亮 受不了浪漫的扰扰 苦心经营的太难忘 随心而来的很平凡 萤火虫真的没有胆量吗 它受不了浪漫的扰扰吗 你苦心经营的非常难忘吗 还是看到的是随心而来的平凡呢 一首微光揭开梁静茹这张专辑的序幕 这是一个早就已经命定的状态了吗 开门曲了吗 还是你们讨论过 沙盘推演过 还是说没有悬念 就是这首 作为第一首开幕曲 哎哟 曲目曲目 曲目 我记得很奇妙就是 它是我们几乎开暗听的第一首demo 然后那时候听到之后三个人一致都觉得很好 我记得小虎当时就有说一句话就是 诶这就开门歌啦 当然他有点开玩笑 可是没想到 第一批就有讲了吗 第一批就讲了 这个是因为梁静茹还不知道 对不对 没有那时候 他在啊他在 我可能忘了说第一次就是开门歌这件事情 我有这个印象 钟晨虎 为什么你觉得轻松的就说 诶就这首啦 开门歌啦为什么 对 我有印象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 我们在听很多demo嘛 我们 我们因为听了 我听了大概几十个啦 然后大概黄庭 黄庭和静茹应该是听了几百首的 那那个时候到我那边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直觉 直觉我觉得这个歌 他可以做的很特别 那配静茹的vocal 我觉得他的vocal很悬疑耶 就是轻轻巧巧的 好像引领的围光 让大家前进去看看什么 而且这个词越写越有 越有意境越有画面 对不对 对我觉得他这个 姚志是很特别的 一个新的 新的唱法 新的唱法 你们要求的吗 还是他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音乐 在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是 是进入他自己 自己去 我觉得那是直觉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编好之后 我进录音室的第一天 第一个下午就是 我就已经是很肯定 他是这样唱 真的哦 然后就是很贴近啊 贴近 然后用一种 他也不是说太用力 他用力的地方在后头 对对 可是他慢慢增加的东西 是我唱到情绪 到了他自己 自己升华的 所以我并没有在家里设计过 他要怎么唱的 真的是直觉式的唱法 然后我是对这个和弦 很感动的 因为Demo的时候 这个和弦一直绕 我是觉得它是 很能说故事的 一个一个和弦 即使它没有多大的改变 我觉得你们都已经是老僵户了 就是你们已经乐歌无数了 就是听过 制作过的 写过词 然后唱过歌 已经很多了 你们耳朵 其实本身已经很挑了 对于一首歌进来 它又不是用大才能够让你们感动 那它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让你们感动呢 其实我想可能到最后呢 就是画面 这首歌在你心里面 有没有画面感 是不是这种感觉 从编曲人自己本身的 从作曲 就在我这里 我在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因为它的那个Demo是一个 全钢琴 全钢琴 对它全部是钢琴 可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 我其实有那个画面是它有一些 它应该有一些氛围 或者有一些噪音 去不断的干涉 或是一直破坏这个音乐的本身 因为它很宁静嘛 可是宁静的可爱到 你不断的想要一直破坏它 然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最后可以有一种 达到一种听觉的饱满 所以那个应该是它本身有一个key 可是好像可以听到它其他的部分 对那跟静如我记得在录音室的时候就只有说 我们唱冷漠一点好了 冷冷的 冷掉一点 对唱冷一点 OK 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悲伤是很内在的 对 没错 一首歌都要有直觉作为开始 然后等到在进入录音室在唱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感动 会有一些感触 于是呢 我们就会做一些微调 那在微调的过程里面呢 就会 就会好像 那个画面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成就了这首歌 其实你们在唱或者在进行当中都是在创作 不是说词做完了 编完了 然后这个什么都弄好 然后开始唱就定了 不是 是你们在做的过程有想法 然后有调整 再来可能又再加一点什么 再做一些什么 其实一首歌 要完成过程 是不是就是围光引着向前的过程 对不对 就讲得很好 对 讲得很好 引着向前 用围光 对啊 一层一层的创作 就是一直一直创作 一直创作 到最后被大家在面前 最后大家听到 我好喜欢哦 可是大家不知道 那有多少的层次跟过程 对不对 来各位 这张专辑是梁静如 2019年全新的大碟叫 我好吗 太阳如常升起 这是第二首歌 你们在看直播吗 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看到那梁静如 带着黄亭 钟城湖 他们很专心 其实听过千百遍呢 尽管蓝天仍像 青春般清澈 我们不再见了 自顾自活着 再多问候 往往欲快乐无上 也只能独自沉溺 你思念的篇团 泪水淹没岁月 何时甘愿去更遗憾就合 曾经圆满我的 碾碎我的 都回不去了 不深信不思 还留你一个位置 只是呼唤过的名字 要怎么从回忆的固执 差点消失 你好吗 说给空气听 徒劳的心情 刻骨铭心的爱情 只留下无处寄托的感情 我号码有谁能倾听 更寂寞的梦里行 我是阳光下的阴影 自己给自己回应 真的好孤单的一首歌 好孤单好孤单 而且这张端节里面 很多歌都是唱入心坎里 就是越深夜 夜越深 然后越孤单的时候听 那个感触越深刻 这张专辑是要经过一个人的洗恋 他才有办法看见一首歌 他有多少的能量 不是还眷恋 还留你一个位置 不是还在眷恋 留你一个位置 只是呼唤过的名字 只是因为你曾完美我的故事 说给空气听 你好吗 我说给空气听 徒劳的心情 刻骨铭心的爱情 刻骨铭心的爱 留下无处寄托的情感 好吗 又谁能倾听 谁能倾听我好吗 我跟寂寞的梦鱼心 我跟寂寞的梦鱼心 没关系 这其实师姐能来听过很多这样的词咖喷 他以为你是偶像派 结果你是实力派 我告诉你 他就是哆啦Amo 他的那个里面都可以变出很多东西 他就是哆啦Amo 我好吗 你在乎吗 我好吗 你在乎吗 最后这句 最心痛 我觉得最后这句真的 你怎么写出来的 你说说 我好吗 真的很 很厉害的ending 我好吗 对啊 你在乎吗 然后又很凄凉 这个里面的人很可怜 讲一下讲一下 讲 我不知道耶 哈哈哈 我没问过 各位看直播的朋友 我也没有讲错 他根本看不出来是写这种词的人 他是一副就生活就是很傻气的 傻不隆东的 就这样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 可是却是细腻到这种程度 我记得我们这个词好像 其实来回很多点 对不对 我们其实好几个稿 所以可以听一下他偶心立血 其实是狂听偶心立血 因为因为前面其实 就是有好几个版本 然后 后来好像都觉得不够 搭这个旋律 那个情绪 然后因为 后来我就没办法 因为我是专辑的A&R嘛 对啊 快要录音了 所以我必须要 写一个词 一直变出来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然后 可是因为刚好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他是在专辑录音的后段 然后我就回想 这一整段录音的时间 我觉得进入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里 就是他每天都去健身 然后我健身完回去录音 然后他每天录完音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我说A&R要送你回家 他就说不要 我想要再散步一下 所以他就会听着他那天唱的东西 对然后去散步 因为我们在那个重庆南路的录音室 就是台北市的城南区 那我觉得那个区是非常浪漫的地方 他就在那个树印下的地方 就是散步走回去听 晚上吗 傍晚 通常我们录完就傍晚或是晚上 一路走走到想要搭车为止 就是消化一下 然后我还坐在那个公车站 有一站然后坐在那边等 其实我没有要等公车 没有人发现吗 没有啊 其实不好发现 真的假的 怎么可能呢 穿运动衣啊 然后带黑框 没有没有带帽 没有带黑框眼镜 没有带帽子 就是学生那样子啊 反正那边的学生都这样走来走去 OK OK 所以 他见宗附近 OK 所以你在那个状态之下 你想要放松了自己 所以唱了之后呢 那时候词已经定了吗 没有没有 因为那时候 他是那个状态 然后我就想到他这样 我觉得他非常的爱他自己 那我很喜欢他这个状态 所以我就在想说 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通常我们都在问候别人好不好 可是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好不好 就是很多人他对别人很好 可是他对自己不好 可是我觉得靳如在这样的状态 他是懂得怎么对他自己好 而且他非常enjoy在这个音乐里 那我觉得他可以用这个状态来感动很多人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题目这样子 我觉得好棒 就是 这张专辑的歌 就是你每一首歌 你单听他的旋律编曲 他的旋律 然后你再去看他的词 然后听vocal 就是每一个部分 你真的只是把它单独去看 都觉得好动人 谢谢 好感人哦 真的 你看这边 你们的编曲的这个方式 也带着一些更细腻的地方 因为通常大家喜欢编曲的方式就是 高潮就高潮就直接上去了 可是你们还是会用过门 还是有一些 就是让大家 也觉得有层次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符合他声音里面的细节 去搭配 而不是说 上去了就上去了 就是有一些他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们就用了很多的这个巧思 这个是 共同在一个状态之内 就是大家有的那种细节的感觉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状态 那个 平平坦坦不是路 区区折折才是人生 这会被 他讲了一万遍 讲了一千遍 一千遍就是这个 对不对 平平坦坦不是路 区区折折才能够见人生这样 对对对 其实因为进入他的那个vocal的 像你讲他那个layer 其实很多种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贪心 会希望听到 同样的旋律 在不同的力度里面 他的声音会怎么表现 对啊 所以你会听到同样一个旋律在 是用不一样的faking 一直让他表现 一直让他表现 可是那都是 其实都是同一句 嗯 那我觉得 就是他其实这样可以满足那个 我们听一个歌者 他的诠释 当初编曲想要这样走 这样做 应该也是心中有想象 对 他可以这样子的去诠释 对 там 还是还是还是 还是还是那个那个净如 你你你觉得你的声音会跟着因为编曲而改变 还是你们觉得他是为你量身定做让你在情绪转折上面 其实我从来没有我真的没有去想过这个 evil 其实我从来没有我真的没有去想过这个 譬如說一把吉他跟一個鋼琴 他進來的時候我該用多少的份量去跟他走路吧 去跟他一起並行吧 對有的時候是他淺進一點我厚一點這樣子 然後後來用經驗吧 那他很滿的時候比如說Bridge來的時候 我知道我自己有一個音壓 他是很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彈電吉他也會有這種感覺 你就會知道自己的厚度 然後去給他互相互相也不會說我會搶或怎麼樣 我就覺得很過癮 有一個全知的一種感覺 我現在出來我要是什麼樣子對不對 我正好會在這邊就放的剛剛好 然後咬字啊 對對對我要用什麼 咬字就是連嘴型的多寬跟多大 都能影響到你的配置這樣 沒有錯沒有錯 這就是聽你這張專輯然後每首歌 你細聽那個細節就會有一種這種觀察到 對其實我覺得我們 我們好像就是把那個你知道就是 就是那個賽車的那個賽道 對 你就把它安排好 彎好這邊 這樣這個角度這樣 然後你就會知道那台法拉利開過去就會是這樣 那一種感覺 你是說他是法拉利 法拉利 法拉利 以前說過他是那個情歌法拉利 曾經想要開法拉利 情歌法拉利 那個念頭的男生 所以可見法拉利是你下一個目標 不過他在配唱的時候 有時候檢查Vocal他會這樣形容 會這樣形容 小虎會說 欸你覺得這聽起來不像那個 就勇往直前或開很快 這種形容詞 太棒了 我覺得製作人都有很多奇怪的形容詞 這就是行話 你們的行話 只有你們可以了解 以前大哥也有另外一種形容 李東盛大哥 他形容什麼呢 那就是 午後或下過雨之後 什麼樣的氣氛 彩虹出來了 這種東西的 這麼文青啊 這麼文青你輸了 他是這樣 你的各式各樣都有 小虎跟你輸了 哈哈哈哈 真的那有時候各式各樣都有 真的都有 你就是去體會那個詩意 跟那個畫面 這樣子 對對對 原來你是賽車掛的 真的 好吧 嗯 一張篇集他怎麼排序歌 這是 A&R 統籌呢 他想要的 我們照著這個順序 嗯 來聽這是第三首 我們這是製作人想要的 哦 真的嗎 對 他排了很多種 尊重 對我們尊重製作人 說完了 好想話都說完了 話說完了嗎 總是沈默對作者 眼裡是濃濃濃夜色 感情是偏執的 越愛越是偏執的 不相信我看到的 不相信我看到的 硬要說裂風不過 是皺著 怎麼 鮮痴熱的 卻先變冷了 慢熱的 卻聽不了 還在沸騰著 看時光人心快跑 隨意就轉折 慢冷的人呢 會自我折磨 衝動的 衝動的人想來 聽不見 暖流 這世界大得 讓你很難不遇 浪漫讓你溫柔 浪漫讓你溫柔 別讓你再溫柔 想像一下這張專輯 在陸唱的過程當中 剛剛寫字著黃庭說的 錄完的傍晚 接近向晚微風的時刻 當梁靜如她坐在公車站 或者走在傍晚的這個路邊 她說她喜歡梁靜如愛自己的那一刻 這是跟內心對話 跟回憶對話 跟受傷的內在對話 所以這張專輯最適合戴耳機聽 因為她入歌的方式 常常就是很簡單的配器 讓你從梁靜如的聲音 去找故事 然後是讓我把這張專輯 月薪變冷了 暖熱的 卻聽不了 還在沸騰著 看時光的星快跑 隨意就轉折 慢了個人呢 會自我折磨 衝動的人 向來聽不見挽留 这世界大得了让你很难度留 我们让你温柔 也让你最热人泪流 爱从不定 心格不思心最痛 那以后 我总是记得开始 被梦冽 爱的激动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 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 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折 慢烂的人呢 会自我折磨 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 冲动的人从来听不见挽留 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度留 这大世界很难不去旅游 也让你最热人泪流 泪流 天哪 真的很要命的一张专辑 就是他就要在第一首引你进来 第二首就让你哭 第三首呢 泪狂流 有 就是一步一步的瓦解你自己的这个情感 就会进入到这个心血里面 这姚若龙老师也加进来了 你自己力量已经够了 你再邀姚若龙老师再进来 再写这样 我必须要他来 证三之宝这样子 证三之宝 证专辑之宝 对 就重重一拳再挤下去 这样子 诶 这首歌叫做 慢冷 一路唱到现在 为什么 就这样子排序 一二三 为什么 就是 一定要经过你同意吗 要要要 一定是不是 是不是 梁娘 你姓梁娘 毕竟我们也会不停的在车上听嘛 所以那个顺不顺很重要啊 歌跟歌之间接的那个情绪 对啊 你看就是 真的有哭啦 有啊 这一定哭的 哭不行 哈哈哈哈 第二首已经是泪流了 对不对 第三首是 哈哈哈哈 哇龙龙哥好厉害 完全拆重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尤其那个词 然后等一下下一首就要让你释怀 还蛮快的 对 然后突然一个分裂 然后再重来 没有错 因为他讲到说 聪诺人重来就是 就是他看不见挽流嘛 我这么死心踏地了 就是不留下来 这样的温柔很难不去旅游 哇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点怪 因为他的词真的很棒 他的词 我唱到那个很触动的是那个A2啊 牵你手 若其实牵你手 他写说你像被动的木偶嘛 然后越恨越让人厌恶的剧透 嗯 其实那个唱起来是很心碎啊 嗯 对 他写的很棒 我觉得现在要来讨好你们这个等级的音乐人 我觉得越来越难了 真的越来越难 因为 越看越细微 而且以前说过的不要 一定是这样吗 这个旋律听过 不要 嗯 然后这个这个词这个方向不要 哦这个态度这样方式没有新一点的吗 不行 嗯 然后就是哦这样子唱 哎 还没有新的这个感觉 就是越来越挑剔 你们是不是就这样子 嗯 因为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一直在等一个 在这个位置的歌 嗯 其实有好多歌在在选 嗯 那那个时候我 你看要等这个位置的歌 那是一种感觉 嗯 我很难讲出我到底要什么歌 可是 就会知道专辑缺这样的一首歌 缺这样的一首歌 哦 对 那那那个时候是 就是在等那个旋律 嗯 那我我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说 嗯 我很想要有一个 嗯 就是跟黄婷说很想要有一个 副歌是五声音阶的 哦 他是一个五声音阶的歌 哦 因为我觉得静如他在唱五声音阶的时候 是很好听的 嗯 他很特别 因为其实很多的华为乐 就是 乐团的歌手 他是唱五声音阶 你会觉得有一个老 嗯 老气 可是静如他的 他的声音 他的表现 他唱五声音阶的时候 你会 好像会那种心痛 他让人家听到那种心痛的感觉 嗯 所以 像崇拜也是 崇拜 五声音阶 其实五声音阶 写的好的melody 我觉得其实不多 嗯 可是如果一旦写的好 然后给对的人唱 我觉得他就是很 会很棒的一个组合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这个 蕭黄奇的 嗯 就是老师他帮 帮我帮静人写这个 写了这首 对那 那黄婷拿来我一听到哇 这个 他那个副歌 是 就是五声音阶 嗯 然后我想像就是我们那个跑道已经 就在脑海出现了 这样 就会想像这个声音 那你有告诉蕭黄奇老师 我要五声音阶的副歌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讲 你有去讲吗 没有 你没有去讲 但是 连我自己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 五声音阶以前 但是蕭黄奇来了好几首 都是五声音阶 不是有的不是 有的不是 所以正好 正好有一首次 就刚刚好 欸你是真的哆啦A夢 任意门 突然有一个 突然就从下面就 就这个了 其实他还蛮有这种 我觉得从以前合作到现在 他对于选歌 真的 他有这种 适合不适合 他放在口袋里 放在口袋抽屉里 真的 方婷很厉害 这一点 我觉得很棒 到这个他就想办法去弄 是是是 真的 真的还蛮好 真的你讲的 很接近 比如说这道菜 然后怎么样 他就拿到很接近 那你怎么做的 哆啦A夢都是跟宇宙下订单 对对对对 我也是 他快要涨价 我每天都要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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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宇宙下订单 反而那好吃给我一个Demo 对对对对对 好吧 这里是非碟夜光家族 我是光宇 你们有没有上 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呢 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要访问梁静如 买一送二 你看看 房一送二 不是买一 我会请他们吃饭 要请蛮多的 还喝酒 还喝酒 不容易 你这两个不好讨好 其实看起来 不容易讨好 看起来都一直笑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都会开指定 开指定的 吃什么对不对 我们待会来看看他们指定吃的 还好吃是还好啦 还好啦 可以啦我愿意呀 只要有肉就可以啊 有肉就可以 梁静如邀请了钟晨虎老师来 然后黄婷老师来 开心的团队啦 对非常棒的 他说他们的团队呢 三个人就是要先搞定这些 当然就是你们还要搞定很多大咖的 一起来合作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三个人呢 你们是制作团队的核心 所以三个人要共同决定 其实好像三咖都 选举的时候三咖都嘛 然后三个人决定的时候 投票二比一 投票二比一 就常常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我们来看看制作会议里面 会是什么情况发生好不好 请上飞碟叶光家族粉丝团 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 你会看到他们听歌的时候 怎么专心的听 在看这些 看这些这个 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梁静如 你在给他偷看什么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广告中 还可以听到我们在这个直播 这首歌 都可以 怎样都可以 从一开始 很日文的demo 是这首对吗 对对对 我说为什么又要唱这首歌 嗯 你一直说你 完整的我 对对对对 最有意见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的 他觉得这个太普通 不是普通 不是普通 我是觉得这种歌 很像理所当然的旋律 在他们还没词 没有词的时候 我说我记得这首歌 哦 demo的时候 我一直放爱 还没有做决定 一直很晚 可是到最 可是到最 他居然是一个最重要 MH要结束的时候 歌词 对对对 就因为歌词 又是黄庭的词 哇 大家都有帮到忙 大家都有帮到忙 对对对 我们是帮到忙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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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觉得这个就是做这个专辑 或做歌曲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就是 刚开始都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嗯 可是到最后一首歌一首歌都出来 都出来 然后方向也出来了 然后整体的这个样子 其实它好像是一个很恐怖的过程 坦白讲 虽然都是大咖 可是不知道我们最后出来会是什么 会不会还是成功的 嗯 是不是就中感 是不确定 那只能在每一步都建立 做到当时你觉得最满意了 就好了 做到当时最满意 因为每个都已经很厉害 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自己的部分都可以 处理起来都可以到最棒 所以就信任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信任 就还是下载是他 还是他这样 了解 了解 他了解我的那个 比如说生活感 我私底下生活的那种心思 小五还蛮了解声音的那个 刚刚他讲的 嗯 然后他还曾经讲过说 因为他懂开车吗 他说你的声音不太适合 他说你的声音不太适合 这种和弦的 这个几个音的配方 就是他也太有想过 嗯 这一般会这样讲 就是大概可能不会这样讲 同样是C 同样是什么 但是你说那个音里面的音 是不搭你的声音的 嗯 哦 因为我们有研究以前的歌 编曲 一点点 嗯 所以会用以前的歌来研究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嗯 你说那个和弦 嗯 的弦吧 对 他有跟我说他某一首歌 他觉得 那个歌还不错 对 这样 可是我听我觉得 后来他没有成 我觉得不成立 没那么好 不成立为什么 嗯 后来也懂 今天我们是高峰会 真的 韩的都是醉那位 嗯 嗯 嗯 所以他是在广告的时间 他还是 还是继续听到啊 他们都听到啊 刚刚没有 没有让你们 你干嘛嗨 他不是都听到吗 就是这样都听到 对啊 大家都听到啊 麦克风在这里啊 然后那个镜头也在这里 就是不间断就对了 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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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也不能这样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同框 也要出现 对 对 所以说你们讲什么 哇靠 什么 就完全都进去 都会进去 了解 各位 今天呢 我们刚刚看直播呢 是直接继续在听着 听说这张专辑的最后这首歌呢 是他们原先呢摆放观察最久的 因为他是日文的这个歌曲 他觉得 他在Demo的时候 Demo的时候是唱日文 没有意义的日文 没有意义的日文 有意义 是有意义的 我以为他真的是日本人 是 我还以为是乱 乱唱 不是 是有意义 人家真的有意义 所以当初你听了没有意义 你才觉得 我先放着 我错了 先放着 先放着 一直先放着 然后意见不同 人家有一些 他在讲回忆 回忆 OKOKOK 可是后来填上了词之后呢 他居然放在这张专辑 最后要让大家压轴的 很有分量的感觉 不知不觉 绕过无数换人线 也换走了 共度日常的时间 是否该高兴 靠近儿时的心愿 微笑进每张陌生的照片 静光灯下 眼前多虚幻看破 在灯荣极人群中 孤独尽心动魄 舞台上的我 也不是完整的我 如果没有你所有 画里都显得更寂寞 正在狂欢时刻 渴望有你的角落 天地越辽阔 夜空洞只是分落 有一个人等着我 完整的我 作为这张专辑的ending 其实就像黄婷说的 他喜欢这个时刻状态的梁静茹 然后最后一首歌 他唱的 舞台上的我 在不同时刻都有不同的展现 什么是完整的梁静茹呢 听完这张专辑 就可以抓到现在完整的梁静茹 这首歌原来就是日文demo的时候 因为唱日文 所以他觉得 理所当然的 先放着 就一路没有这个感觉 可是到最后 没有很确定 没有很确定 就没有想到 他最后是这么样的重量 所以他刚刚说 因为词好了 词写的好 谁写的呢 Doraemon 但第一天配唱来的词不好 回去重写了 哦真的 唱不进去 不是唱不进去啦 是唱的不够 厚 感情不够 副歌 不够深 我觉得这种压力好大哦 今天不行明天交出来 我们是直接这样 诶对对看 然后就不敢 不讲话 先不说话 好我想知道 你们三个人开会高峰会的时候 那种看 就听歌啊 或者怎么样 就录完了 然后大家在那边 你们是用表情 用气氛来感受 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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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三天嘛 對不對 真的壓力好大 他問得很清楚 清楚到小虎說 你可以第一句就用這個字 所以第一句 副歌的第一句 是你給的 歌詞 我很喜歡聽這些決策 你知道嗎 我們是這樣子 這種判斷的時候 因為唱不進去 我真實 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我唱 我沒有感覺 你不能 就是我不能假裝 好好好 然後事後再放 我覺得那個不好 你不如一開始的時候 就先說不好 對不對 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就一直覺得那個副歌 旋律很好嘛 唱進去編好之後 可是對上那個詞原來第一版的 就是第一版就是少了 少了什麼感動 少了東西 是 好 你說小虎常常扮演一個 就是 他就是仲裁者 或者說是他看出來 因為你們兩邊在講 翻譯也可以這樣說 那你可以這樣做做看 結果果然就這樣去做 然後就成功了 小虎這個是不是他剛剛 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廣告直播的時候 他講的就是了解 就是信任 了解 了解這個人的 了解 的能耐 或者是這個人的 了解這個 就是梁靜如他要的 默契吧 默契 因為我覺得這種 這種 因為以前 其實我們是十幾年前就合作了 那些 那些歌曲 其實因為他的那個 比方說像靜如他的 他是很有天分的 那個 那個聲音掌握的那種能力 所以他對歌詞的理解也是很強 那像我們在配唱的過程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花在唱的時間其實比較少 花在理解 溝通 歌詞 花在理解歌詞的時間是比較長 那時候甚至在理解的過程 就叫黃婷到旁邊去寫 桌子在那邊 修改 他就在旁邊去修改 他有個小角落 我每次唱了幾遍 然後打開門出來 看他就在那個小角落 那我覺得也是因為信任度夠 就是說因為 你知道很多作者其實都是很玻璃心 對就是 我不能改 對 然後一直要辯論 對 可是黃婷不會 黃婷他是很理性 然後他也會覺得 這個 對那這樣 那我們就這樣去做 他還真的弄得出來 說服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說 他 他就 不是說只是一個writer 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很好的 工作夥伴 他就是個哆啦A夢 真的 要變出什麼 其實我想那個是高壓力 尤其是在當上 你要給我 馬上你要改 對不對 可是小叮噹可以寫拿筆嗎 沒有 因為 他也沒辦法打字 他也沒辦法打字 你繼續 你繼續 沒有想到鍾成功老師也這麼冷啊 你只要跟你想到這裡先哏的 真的 他超多的 對 這裡是飛碟夜光家族光雨在專訪的梁靜如 梁靜如 帶來了黃婷還有鍾成胡老師 他們在直播這個現場 各位你們在看著對不對 這張專輯非常非常的棒 是可以一聽再聽的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靜哥 到最後你有求必應嗎 以後你會變成有求必應 對 我要這句 我要這句 沒有我都可以想見 就是當場你要改的時候 其實是心裡有壓力 而且你心裡可能沒辦法很安定 很安靜 你晚上譬如說叫你兩三天 一兩天再交出來 那還可以回去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可是你當場在那個壓迫下 我要弄什麼 其實心如果沒有很安定的話 對對對是 那是另外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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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外一個是 是就是 你說 沒有他們給我很大的安全感 所以都是ok 還是他們都把門鎖起來 哈哈 不讓你出去 對不讓你出去 其實我們那個狀態應該是說 在做的時候是 那個打鐵乘蛾 因為已經在那個狀態 對已經在那個狀態 他是差一點點 馬上 所以他是可以被逼的 他是可以被折磨的 這樣是對的嗎 然後全力會出來 對 可是我覺得出來之後 然後大家又要再唱 或者又再看的時候 你應該心裡就要這樣 到底有沒有ok 還是會有壓 不過其實有的時候 你寫出來 你就知道那是對的 其實是會知道的 會知道 然後寫出來覺得不太對的 也會知道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還是必須交出去 那就 那有沒有不太對的時候 欸他們居然過了 也有 哈哈哈哈 沒有 但這張專輯沒有 我知道哪一首歌 別再為他流淚 哈哈 永遠都會記得 幹嘛這樣 真的嗎 別再為他流淚很好聽 對對對 但是那是我很快一天寫出來的 超快的 可是你會覺得不對嗎 我當時覺得這也太簡單了吧 哈哈 但結果就 結果就滿好的 滿好的 那時候是太沒有自信了 這這麼簡單就過了 我應該覺得不ok的 我寫了好幾個版本 是我偶心力寫 然後大家都覺得不行 所以往往你想的太多的 都不一定 對 其實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這樣 有的時候是這樣 融會貫通 對對對 這應該是覺得就是 你那個線頭抽對了 後面好像都對了 對不對 一抽起來 那就對了 有時候你抽到 欸這個怎麼又打結了 很難的字啊 對 對對對 就想很多技巧啊 然後幾個字加幾個字 對 可是有時候 那個旋律是 其實它是適合 很簡單而一氣合成 嗯 對 哇你居然記得那首歌 我跟你合作過的每一首歌 我都記得 ok 感動 真的 對 從我還記得 C'est la vie 這些 哇每一首歌都記得 有心有心 對啊 有心人 上次有人整理出來 是18首 我想說有這麼多嗎 對 我回去算一下 但其實這我有回去 對啊 類情人也是他先有詞的 真的喔 先有詞的對不對 先有詞 這個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嗯 大姐一盞 好 類情人 跟類情人嗎 嗯 時間快結束了 你就知道我們每一次訪問 都是覺得都不夠 真的 因為我們已經彈進去了 就覺得因為這個花園很大 怎麼才逛到這裡 然後就結束了 怎麼會害怕失去了 飛碟Network 空中的夢想 啊啊啊啊啊啊 照外點你UFO 各位 今天 我們本來還想要再繼續訪問下去 梁靜仁說 我們可以在聽什麼 在聽什麼 可是沒有時間了 我很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我们一直往 没有时间的感觉 往心灵深处走去之后 发现 哇这个花园怎么那么大 然后我们怎么才看到这一部分而已 怎么还有一个部分还没看到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期待 像上次期待三位降临夜光家族高峰会 我们还期待下一次 再来降临一下 哇那也太多了 不是我是觉得说 有一点太激动 因为怎么可能 对啊 从来没有过一张传奇 可以上同一个节目这么多次 你们喜欢吗 你们这种访问喜欢吗 没有光玉哥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觉得很感动 真的吗 我真的很感谢 对 我觉得有一点被疼到那种 我喜欢这种感觉 想哭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 各位你们今天听是不是也很感动 谢谢你 来我们的这个直播还会继续 我们继续有 好跟大家讲 bonus的继续讲一下 对啊 这边没有了 呃那个直播还有 直播还有 对对对所以 所以对啊我们还可以继续讲 哦就是跟网路的朋友 网路啦网路的朋友 啊不不能不能讲了吗 差不多了 可以啊我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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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跟网路的 对还没有跟跟网路的朋友 然后对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专辑啊 还是要跟大家讲 对不对 你们啊总结一下快点 两位 总结一下嘛 因为我上次讲过了 对对跟那个网友们 对是 戈壏朋友们 是這樣子嗎? 變成Uber Eats 連酒都要奉上 然後靖茹這個專輯 其實我們當時的這個 另外就是說他就是 一個 唱情歌可以永遠在我們心裡有一個位置 這樣子的一個很特別的人 那有人說他的聲音是我們的那個 華語樂壇的公共財 就是他已經是一個mark 一個brand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專輯 其實就是讓這個聲音可以很自由 然後有各種的樣貌出現 那我覺得黃庭這ANR裡面 他的歌詞啊整個 或是收的歌還有詞曲 我覺得裡面所有的作者 我覺得都拿出他們最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個專輯 明年金曲折 謝謝 不然很好聽 這是第一次上夜光家族 真的覺得 有啦有上過只是聲音啦 但是今天直播 以前聲音這樣遮遮掩掩 今天是整個人都 而且可以看哲公語哥講話 這樣子覺得很感動 真的嗎 對 你好像重點放錯了 我們可以Ending這張專輯 好這張專輯 好 這張專輯就是 其實也是在我做過的很多專輯裡面 這種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就是真的是一個很小的團隊 然後從頭到尾可以 從頭到尾這樣一起完成它 就比較少其他的聲音 那他就是會發 我們就是會發現 他的這張專輯的音樂裡面 其實就會有這三個人的靈魂存在 而且這三個人真的是 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拿出來 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 因為我們在錄製的過程中 大概就一年半 再加上前面收割大概兩年多 那我也很開心 就是很多人聽到這張專輯之後 他們發現靜如在每一首歌裡面 都唱到了他自己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 你要很認真聽 而且很能感受到他的聲音的人 他才可以發現 靜如真的是在每一首歌 這張專輯就發現 都放進了他自己的靈魂 那我覺得這在一個歌手的生涯裡面 也算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作品 那我很開心在靜如的 出道二十週年 就雖然我們並沒有發現 可是我們在做完的時候 才發現這件事情 可是剛好就幫他印下了一個標記 所以就覺得很榮幸這樣子 真的很棒耶 那我們這邊也順便的 就看一下 Doraemon可不可以握筆 來 Doraemon握筆可以 好爛喔 我們剪刀石頭布 我真的 那我覺得衷心感謝這個 這個機遇啦 這個team 小小team 那一開始就是從沒有做過這種專輯 就是從第一手完整 一位製作人 然後一個就決策性的 那我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也當初抱著嘗試試看 一點點冒險的心態 結果覺得好像這樣做挺好的 也開啟了我對我自己另外一番的製作上的一些想像法 那下次我們不會隔那麼久啦 如果他們兩位還願意再做的話 我們就趕快再做 我補充一下 我聽這張專輯的那個感受 是因為梁靜汝他以前的專輯都好成功 非常成功 然後就會讓人家講說 那你下一步你要做什麼 其實這一張我就會心想說 那他會端出什麼 就沒想到我在聽的時候 這個很難做的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關卡 就像這個鍾老師講的 就是Vocal自己公共財了 你已經唱過這麼多的情歌 這麼憂傷 飆淚的 或者是這麼痛苦 真的那麼內在的 你還能唱什麼的 就從第一首微光就進來 他進入到的另外一個花園世界是不一樣的 反正就是一直往心裡面去 所以沒有極限 就是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就是會一路走下去 我覺得就像我們今天這個訪問一樣 我覺得我們掌握到一個我們想要講什麼 我們心中有一個想法 當那個主題很正確 就像那個法拉利開在那車嘛 這樣子這樣彎來彎去 他就是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啊 所以本來就是很模糊的狀態 最後都會變得清晰 是不是 就這麼感覺 謝謝 這張專輯就是 給人的心情就是這樣 好 謝謝 知音 所以 所以過來齁 過來齁 謝謝瓜哥 好 跟大家說掰掰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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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